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你知道 韩信的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吗 因为他没有彻底的造反 如果他造反 天下将是刘邦 项羽 韩信三人之争 他还有可能成为皇帝的 他既有反心 却有夫人之人 陈瑟 要么忠诚到底 要么造反到底 韩信的左右腰摆 害了他自己 他疼我 他疼我 你狗东西说啥呢你 不笑话说出来 罢了 我死了不打击 你别害死他亲娘 五哥骂你是心急 老太太竟然在山下 那我们去救出来不就完了 把人放了吧 金队长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两百三十二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有人要投敌你会怎么样 我第一个毙了 如果是我让你投敌呢 你开玩笑了吧 队长 老金动摇了 要投敌 你说 他该不该死 是 投敌就该杀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该杀 问你是不是 对 没错 但老金这么多年兄弟 我刚才给你的烟土 搅上一点 可别多脚啊 你这五个脚趾头 只能留下两个了 你左脚这快好点 那多留一个 没事 反正我的脚趾头 已经没有感觉了 给我留的 牺牲丝 还有个全尸呢 摘下来的我跟你收着 我告诉你啊 再继续扔你脚上 一整只脚都会感人 到时候到时候走不动了 想牺牲可都没机会了 那不行啊 你都收了多少兄弟的脚趾头了 再给我弄混了 行行行 你自己留着啊 穿在怀里 怎么了 这该死的小鬼子 闹了咱们 背部长 军医院全没了 这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药品 和物资斗 现在早晚地上都结霜了 要啥没啥的 这才几天功夫啊 你自己看看 这好厚的脚都成啥样子了 这还没到河东拿月呢 现在做手术的药还有吗 还有一点 我现在连手术也不敢做 就把到时候情况恶化了 应付不了啊 我看抱怨也没有用 以前咱们咋弄的物资 现在还那样弄 我想办法 好吧 你就听朴大夫的啊 快点好 快点好 回来了 回来了 除了粮食还有别的吗 布品 药皮 还有纱布之类的 这次没有 下次就完了 有很多战士都受伤了 先把粮食给受伤 才是吃吧 当初不也什么都没有吗 一点点散到今天呢 可现在和当初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当初从鬼子那儿抢物资 现在也是从鬼子那儿抢物资 明天我们接着出去打 我从死人身上 给你把件衣服下来 再给你照样迎期物资 可我总觉得 平凡打伏击不好 那这往远点儿去呗 危险随处都有 警惕点儿就好了 下雪之前 我肯定给你准备偷偷的 来 你好 孙脸 成名派人来跟咱联络了 谁来的 魏大罗 还带了封信 我让他先歇着了 魏大罗 司令 你们大队长怎么样 还整天让人要打鬼子 老样子 这半年你们却一手穿的 吃苦了 没办法 这隔三差五的吃不上饭 也没延迟 打又打不动 不如在这儿打鬼子过瘾 这其他战士 都快不行了 司令 您就让咱们归队吧 要不然他真带着咱们 去跟鬼子拼 拼完了 金队长和老陆的事 什么情况 呸 那两个混蛋 他们吃不了苦 想跟着鬼子干 那狗日子还想偷袭 冲他队长 被当场处决了 我亲眼看见他 司令 谁啊 糟了 没事 了解一下情况 你先好好休息吧 这个VD要求 我会认真考虑 好 他那么多吃的 都吃不下去 看着不像饿那么多天的样子 手臂上也没有因为缺炎而水肿 我根本就不相信 金队长还有老陆会叛变 都是受过考验的人 怎么就吃不了苦了 但确实这个信的笔迹 又是成冰写的 来 严司令 借于目前形势严峻 请允许一大队 回归建制修整 重新安排任务 陈兵 会不会是 陈兵手下的人出了问题 胁迫他写了这封信 他那个大队 上到战略部署 下到柴米油盐 全是他亲自掌管 手下划便做到 那只有一个可能 让从现在先回去吧 约他们在唐树林间 建议他们归队 大哥 大哥 队长 暗谷的两个小队 全从北面山坡上上去了 告诉兄弟们 让他们见人就要打 阎红光掩毒脑子快 一旦接触上 马上开枪打死他 一旦他死了 我们的事情都好办了 长斌 长斌 再来 死了 死了 我回来了 你咋样啊 你看 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看你是大量的人 却丢了活儿 是吗 打着了 打着了 队长 是假的 搜 搜 跑 快点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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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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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啊 他一定得机智攻击的吗 被他们发现了 这是他们下的道 起来 追 可惜没把这叛徒给打死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张宾判变了 他今后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他太熟悉我们的战术 会带着日本人日夜追踪我们 从今天起 我们将会疲于本命 没事儿 你回去吧 都坚持这么久了 怎么突然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你比你才是革命者 他不是 那你呢 在沈阳的时候你也可以离开 我十七岁的时候 和教会的同学参加了妇女救援会 给那些穷孩子们教书 有个女孩叫阿仙 十一岁 从来不像我们说起她家里的事情 我们也不问 反正我就觉得 只要她识字 就能改变命运吧 直到有一天 那突然就不来了 我去找她 我才知道 她被她爹卖到的姚子里 后来死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想 和她革命 我的童年是苦难 我不能让这一切重演 我希望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 我也知道 梦想真的很遥远 改变这个中国 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 但我也要这么做 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也要继续下去 绝不后悔 你说得没错 即使再危险 我们也不会退缩 即使希望在渺茫 也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为什么 你可以做到我更能做到 我可以死 但我却不能看着你牺牲 你知道吗 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 你是我最后的一点希望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什么 她不认识你是我生日月 什么信息 更多的信息 我便可爱你 你可爱你 你可能不得要我 说我仇歪 我可爱你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是的 早就想好了 但今天我才打算交给你的 是因为你听到 颜红光的手下喊 杀叛徒 杀陈冰是吗 这些年我帮颜红光 造过多出迷因啊 他会的我都会 他不会的 我也会 你只要按照这个本葬 记载的方法 你就可以销毁所有迷因 原来走的 真在造的 甚至将来 将要造的 全部可以摧毁 但是现在颜红光 已经知道你投尘了 那你觉得 他为什么不更换方法呢 说实话 没法换 颜红光在军事方面 是个天才 他的方法极其细致 正因为他的这些方法 密营才得到 他真正的功效 如果一旦换了 密营也就失效了 后面还有一些 抗联的常用战术 包括迂回怎么打 奔袭怎么打 埋伏怎么打 等等 陈总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非常地重要 谢谢你了 陈总 好 长官 您的一键双雕 果然高明 看来陈彬从现在开始 已经完全忠于我们了 恐惧 恐惧会给他力量 恐惧会让他对阎无关 充满了仇恨 而仇恨会让他更想证明 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 张东 你回去告诉他 等消灭了阎无关以后 我们派人送他去日本 让他成为日本帝国 真正的朋友 大伙都知道了 没吃的是眼皮子底下的事 咋办 不过了 那也不准骚扰老百姓 他们把粮食给咱们了 他们就得死 咽下粮食 应该还够吃两三天的 把点野菜摘点野果子 坚持一下 到了下一个密营 就算我过来了 新的密营就安全吗 自从成兵叛变以后 鬼子处处抢在咱前边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多久没吃硬货了 我睡觉睡得少 所以我吃得也少 把这个 给侦察连的战士先煮了吃了 他们最辛苦 这是我的命令 听见没有 拿着 记住了 所有的人不准出林子 更不准尖吞增 人一旦饿极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咱们就眼睁睁 看着战士们都饿死吗 你一个人 出去学吧学吧 看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吃的 记住 第一 不许违犯纪律 第二 不许保重 一旦有什么情况 晚上回来跟我报告 是 不许保重 小杆子 快把子 给我来 看着锅里的东西眼馋了 是不是 不馋 司令说了 不准任何人进屯子 我要你们俩违反纪律干干 干 鬼巴子你呢 不能让司令饿肚子 我去 三条规矩 只拿富户 不拿穷人 不准碰牲口 只拿鸡蛋 不准碰牲劲 懂 不准伤人 伤了人抵命 明白没 明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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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呀 你回来了 老哥 老哥 我不是柳子 我们是杨光的部队 这是借的 一定还 老哥 老哥 我们不是柳子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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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柳子 打柳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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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能这样 斯林亚带路 要死 我们也得先让他吃这样的 走 走 富户的 砖瓦顶的 错不了 碰人家母鸡没 没 伤人没 没发现我们 好 你的枪呢 枪 跑路完掉了 伤人了 是啊 那老汉枪我弟弟的枪 走火了 老汉死了 我有没有说过不准伤人 你们不但伤了人 还杀了人 杀人抵命 老爷们 宁死不贵 起来 无法抵命 但是这 这枚鸡蛋 一定要给司令 求你了 这事 只有咱们三个知道 谁都不能说 我杀人了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大兄弟 这咋的吗 柳子 天杀的柳子 为了抢几个鸡子 把老猪头给打死了 可我听说咱姐嘎嘎柳子 不是已经被抗联收编了吗 而且抗联又不打散老百姓 只打日本人跟靖安军 小伙子 正念头了 路啊 别瞎打 把这个交给你当家的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进来吧 你们已经杀了我爹 还来干啥 我不是柳子 不是柳子 送这东西过来 啥意思啊 实话跟你说吧 我是抗联的 你爹不是被柳子杀的吗 今天我来 就是要替你们讨个公道 老子最恨的就是抗联 你们就是杀人放火的柳子 现在很多人 都打着抗联的旗号 却干着柳子的买卖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颜红光的部队 我爹就是颜红光的人杀的 不可能 是我爹临死前亲口告诉我的 我亲眼看着我爹死 打死他的就是这把枪 今天你想让我死 那你现在就开枪 但是你爹就真的被冤死了 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让我回队伍 我跟你查清楚 老爷们顶天立地 说话算话 好 一天 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 往北边的黑领子车 司令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快 来 今天早上 收到了有军部队 成功突围的消息 我肚子就跑了 司令 赶紧趁热热吃 全是班刚煮的 我看着就像 给站岗兄弟们拿去吃吧 知道你担心弟兄们 可你是指挥官 你还得带着我们突围出去呢 这几次早上你要是不吃 我们就跟着你一起挨饿 老队伤 把吃时间给我下来 是 你不信我 我信你 所以才想讲清楚 是 司令 你叫我 咱们鸡子什么时候吃完呢 十三年前 这个鸡子送哪儿来的呀 崔同事给我的 说炖的给你 好 先去忙吧 你们带来出去吧 是 哪儿来的 让战士们去团子里买的 多少钱买的 一银元 下了命令啊 最近任何人不准见团子 不知道 我不想让你饿着 日本人下了暗定较量命令 每家每户多少人 全都要登记在侧 骡子 马 牲口 全都得登记在侧 鸡 公的还是母的 下了多少鸡子 封出多少小鸡来 全都要登记在侧 把鸡蛋卖给咱们 他们是想死吗 说实话 哪儿来的 抢来的 哪儿抢的 小山屯的副户 谁抢的 说 料杆子和拐把子 跟我出来 什么时候不剪的 撒碰尿的工夫 说是去打柴了 这又没带回来 站上去吧 是 带什么东西呢 一吃鸡子 一吃凉斤燥 不觉得奇怪吗 不是就抢着一个鸡子吗 陪人家就是了 少有点吃 打点剥鸡给老乡送去 至于当逃兵啊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真的 真的 苏良 不好了 苏良 有人冒充团队伍的人 在囤子里抢了鸡子 还杀了人 千真万确 我见过施主这儿子了 就是兄弟 你怎么回来的 打人家了 没有 我答应人 一天之内 把人抓回去 这枪的唐县 还有准刑是我亲自调 料杆子的刑 杀人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让他们去傅虎家弄粮食 没想到出了事 为什么骗我 我不想让战士们出事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出事吗 我不想看到你肯说明天肚子 私立投掷 先把人找出来 回去再说 我跟你去 我自己去 他们有枪 他们是抗日战士 是我兄弟 老伽子 杀人 乖 gebracht 出来啊 别猫着了 都是战士赏掉的爷们 谁里要还有我这个司令 有什么怕出来见我的 出来 出来 出来啊 人是我杀的 和我弟弟无关 可他是为了救我 要死 我跟他一起 把枪放下 跟我走 你答应饶了他 我就放下枪 你们拿枪对着我弹不了 把枪放下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司令 跟我回去 走 阎红光 你说怎么办 按军法办 军法怎么办 杀人偿命 各位乡亲 这两个战士救过不少人 也杀死过不少鬼子 是两个好战士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包庇他们 我不是包庇他们 军法有时候允许将功补过 死的是我爹 我爹是鬼子 我爹杀过人了 我爹当汉奸了 你们不是说自己不是柳子 是为老百姓打上了军队吗 那霍海小姐还杀人 算咋回事啊 打鬼子为啥呀 你冲着我爹来跟魏叔 说他们不用偿命 他们不该死 你说 你说得出口吗 鬼子追杀你们 汉奸出卖你们 你想让咱老百姓也恨你们吗 我讲道理 尽管是军阀还是老话 杀人偿命 这事必须偿命 必须偿命 必须偿命 两个 你要是不干 咱全家人就跟你拼命 大不了你把我们全杀了 要不然这事就没完 没完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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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数 Min 胡到头 谢谢吧 让我 accompanied 让针 lanç湊 你心里好难受得说出来 咱们都是兄弟 是我的错 为什么活着 到底要怎么活呀 我记得我刚出关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谈讨过将来 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着 他说 你们千里迢迢 来到这里 用武器夺走别人的生命 在看着自己的兄弟 自己的朋友 永远地离开你 那为什么 人不一定非要承担这些痛苦 人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选择高贵 也可以选择卑利 可以选择面对 也可以选择逃避 连随时都可以选择 在这个魔鬼横行的时代 就算选择逃避 也称不上是个懦夫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这次我听懂了 还是我听到他的话 我觉得说得没错 我觉得人家说得对 咱最近我仔细做了 我觉得他说错 我觉得他就是在承担 只要是一个人 不管他出身有多不同 不管他现状有多不同 他相同的是他活在当下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不需要软弱 不需要逃避 不需要卑劣 我们在现在需要的是勇敢 是伟大 是直面惨淡 是坚持到底战斗不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每个人身手都有责任 谁逃避谁就是懦夫 我们只有面对这些惨淡 面对这些委屈 把他掰开了揉碎了 咽到肚子里 然后战斗不息 谁知道明天会什么呀 谁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呀 谁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是他 明天有可能就是你活 如果下一秒就是死亡 这一秒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死亡来临之前 在死亡来临之前 改变这个世界 我看你 你也没有办法 智商 在乖全家里有没有 军人都是打护 你问我 你问吗 怎么会有事 我们有事 在我们准备 这问题 你问我 怎么会有事 你问我 你们算什么 你要是 你问我 你问我 你们说 你要是 你是历史学家 有些事情不需要向你及时吧 有些事情 跟对错是非无关 是实施 不 我不同意 我给你们干了那么多事 我写了那么多文章 我替你们攻击颜红光 我对满洲 不 我对日本帝光 我是忠诚的呀 徐卫芳 你就那么怕死吗 连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 是 我怕死啊 我还可以给你们干事 我不应该死啊 我可以给你们写文章 我不要钱 我 我可以署名 但是你不要杀我 我还有太太 我还有孩子呀 我求你 那个地方 叫做满洲集水防御部队 也有人称它为 七三一部队 你去那里 你好好配合石井博士 我相信 他不会给你太多痛苦的 那 那是有什么地方啊 要我去干什么 不不 我 我不去 我 我 我是教授 我是学者 闭嘴 我不想再听见你发出任何声音 我 人家毕竟是教授 这里是学校 客气点啊 一定要把薛教授 客客机器 安安全全地带到石井博士那里 不要杀我 求你 不要杀我 我求你